一处农场空地,一人一猪相对而立 猪头人率先攻击,一招保腰横甩,将男人掀翻在地 又是一击下抬腿直中男人下河 随后把握优势,一套组合拳打出 男人手握泥沙与左勾拳齐出,暂时蒙住了猪头人的眼睛 仓皇逃进旁边小屋 两人之间有什么样的摩擦,让他们如此打动干戈 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 小雪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雪 今天带了一部另类惊悚恐怖片 猪八戒杀人事件 一次失败的基因工程,铸造了一个恐怖的生物 猪的脑袋,人的身体,江湖人称猪八戒 当红音乐组合对上猪八戒,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小镇上一个音乐组合,街道拼远地区演出邀请 正在忙前忙后的收拾 组合共有四个人,正在喋喋不休的是主唱特拉维斯 身旁坐着两个着装时髦的女人 三是她的铁杆粉丝兼女友 回应她的是鼓手麦克 正在搬东西,体格有点壮硕的人 是团队当中的司机兼吉他手汤姆 从街道里走出来的女人是团队的经纪人瓦莱利 一行人很快收拾妥当,朝着目的地进发 漫长的旅途总是很寂寞 半路众人停下来给吃加油 瓦莱利下来去上厕所 昏暗的厕所灯光闪烁 厕所门突然关闭 黑暗中一双眼睛透过破洞 盯着厕所中的瓦莱利 碰巧那两个女粉丝刚好赶到 这也无形中化解了一场危机 几个男生和加油站老板闲聊 老板嘱咐他们 这里经常会有游客失踪 千万不要随便停车 等一切收拾好之后 一行人再次出发 丝毫没有将老板的话放在心上 车子在空旷的公路上前行 周围安静的有点吓人 瓦莱利沉默不已 刚才的事让他惊魂未定 汤姆却一场兴奋 一边抽着大麻一边开着车 眼前突然晃过一个珠宝宝 一脚刹车几踩 车子翻到路边 几人下车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严重怀疑是汤姆的幻觉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团队出现分歧 迈克建议大家步行往回走 因为这里距加油站并不远 特拉维斯矢口否认 坚决要停留在原地等待 无奈之下众人兵分两路 特拉维斯则和自己的两个女友 留在车里 夜幕降临 车外传来动静 而车内的特拉维斯 正和女友干柴烈火 于是骂骂咧咧地打开车门 猛然现身的八戒 将三个人直接吓晕 醒来时 已经被人关在笼子里 三个人四处打亮 看看有没有逃生的可能 此时在公路上出现的猪宝宝 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晃动铁棍敲打着笼子 这一幕吓坏三人 猪宝宝熟练地打开铁链 静止走向两个女粉丝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就算是猪宝宝也不例外 两个女人吓得大声尖叫 猪宝宝恼羞成怒地离开了 心里也埋下仇恨的种子 另一边 麦克带着汤姆和瓦莱利 一路步行来到加油站 不过此时天色已晚 加油站的人已经下班 在寒风中 三个人瑟瑟发抖 思索再三 还是先回车里过夜 回去后发现车里空空如也 特拉维斯和女粉丝 已经消失不见 汤姆看见前方有光亮 判断特拉维斯 应该是去了那里 三个人朝着光亮的方向前行 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农场 汤姆找个角落准备接手 转回头又看到了猪宝宝 猪宝宝大声尖叫 将八戒招来 汤姆虽然体型肥壮 却没有格斗经验 面对神经百战的八戒 自然是不堪一击 只见八戒一击重拳麾下 汤姆隐声倒地 这边的动静惊动了麦克和瓦莱利 匆匆瞥了一眼 正好看到八戒那恐怖的面容 两人吓得仓皇逃离 猪宝宝听到动静 尾声追了过去 两个人慌不择路 跑进八戒的厨师 这里密密麻麻的残之断壁 仿佛是人间地狱 躲过猪宝宝的追击后 两人再也忍不住坐地干偶 等到一切风平浪静 两人又发疯般地往农场外面走去 此时天色尚未大名 麦克有意带着瓦莱利打算离开 不料对方却大发闪心 并承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 一定要带着汤姆一起走 又倒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麦克拗不过女友的意愿 两人再次回到农场 趁着八戒出去的时间 偷偷留进仓库 见到了所有人 看到救星到来 也让这些人燃起新的希望 麦克先救出特拉维斯 不想对方逃跑心切 一头就冲出了仓库 刚好撞到八戒的怀里 结果可想而知 八戒一级闷头带回仓库 狭小的仓库战意弥漫 散发着强烈荷尔蒙的味道 麦克主动与八戒交手 一级勾拳打出 为瓦莱利争取时间逃跑 八戒顺势一闪 借着空隙挥动轴机 重重砸在麦克的颈部 高手对战往往只是分秒之间 不到一个回合 麦克就成了手下败将 足见八戒功力深厚 大凡出手必然直取要害 皮肤尚不可夺其至 麦克虽然未能击败对手 但总算为瓦莱利争取到了时间 遗憾的是 瓦莱利刚刚逃出仓库 又被猪妈妈吓倒 八戒倒是怜香惜玉 温柔地将瓦莱利抱回仓库 至此整个音乐组合全军覆没 收拾完整个音乐组合 八戒精神有点匮乏 无聊地坐在旁边看着电视 组合里的人都没有闲着 特拉维斯找到一块板砖 板砖在手 天下我有 心里顿时升起了逃天战役 在笼子里不断挑衅八戒 八戒也如约应战 双方你来我往 纵然是板砖在手 特拉维斯依旧不是八戒一盒之敌 轻轻松松被放倒在地 扔到了案板之上 八戒顺势抽断了旁边吉他的鞋 将特拉维斯的嘴巴放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特拉维斯的两个粉丝 在笼子里发现了一个案道 仗着体型娇小 窜进案道准备逃生 八戒挥动九尺钉耙 将二人摟回仓库 案板上的特拉维斯突然惊醒 汤姆在笼子里看着这一切 心中的求生欲强烈奔发 并开始挑衅八戒 人无可忍的八戒直接手起刀落 汤姆就此领了盒饭 两个女人受不了这种刺激 趁着空隙再次出逃 结果这次碰上了猪宝宝 猪宝宝手拿尖刀 不紧不慢地追赶 最后使出一套独孤九剑 两个女粉丝也正式下线 猪宝宝似乎还没过瘾 回到仓库 见到案板上的特拉维斯 轮起旁边的大锤 一锤就让特拉维斯下线 整个音乐组合在不到一夜时间 只剩下了麦克和瓦莱利 八戒对瓦莱利似乎格外青睐 大清早一起来就送来了水和衣服 让瓦莱利洗漱换衣 是一个十足的暖男 瓦莱利迫于八戒的强权 被迫换上衣服 这一幕令麦克怒火中烧 找准时机逃出了笼子 要和八戒来一场男人的对决 第一回合开始 麦克体格瘦小 动作敏捷 在狭小的仓库占尽有史 八戒威猛高大 动作迟缓 但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双方你来我往 斗呆如火如荼 第一轮结束 八戒腹部受伤 麦克依靠体型的优势暂时领先 第二回合开始 两人来到仓库外面 这里地势更加平坦 麦克的动作显然不占据任何优势 八戒左勾拳右勾拳 再加一记升龙拳 麦克重重倒地 第二回合结束 双方正式打平 随之第三回合开始 麦克先是抓起一把泥土摆脱八戒的重拳 然后回到对自己有利的仓库 当八戒进来的时候 轮起自己的吉他 三下五出二将八戒放倒 三轮比赛结束 麦克三比二获胜 带着瓦莱利亮亮枪枪走出仓库 两人互相搀扶 穿过一平树林 来到一个荒废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得知了八戒的身世 在一次基因工程中 八戒发生突变 拥有了超强的体质 靠一己之力毁掉整个实验室 正在两人被感震惊之时 突然听到实验室外传来声音 显然刚才那一场比赛 让八戒心中不服 此时提刀追了过来 荒废的实验室里 三个人玩起了躲猫猫 这里是八戒的老巢 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 没过多久 麦克就被八戒发现 刚才的比赛 让八戒在儿子面前丢了威风 现在当着猪宝宝的面 生生扯下了麦克的胳膊 再一次彰显了自己的能力 猪宝宝一脸崇拜地看着爸爸 晃动舞蹈般的步伐 追随偶像而去 瓦莱利见此情景 心灰意冷 兜兜转转跑出了实验室 在米宫般的树林里茫然不知所措 最终一头撞进八戒怀里 彻底屈服 幻名一转 镜头再次来到仓库中 八戒坐在电视机面前 瓦莱利空洞无神地趴在旁边 胜利的果实让八戒非常满意 但却让猪妈妈促以横生 面对猪妈妈的抱怨 猪爸爸打消了去二房的心思 眼含泪花地结束了瓦莱利生命 至此整个音乐组合五亿人幸存 猪八戒杀人事件 又名惊声啼哭 是2008年上映的一部恐怖片 作为一部主打血浆的B级片 漏半评分只有可怜的3.5 不过整部电影的创意比较独特 结局虽然显得有些灰暗 但这也是B级片的一贯套路 看完这部电影只想告诫大家一句 越是荒凉的地方 越容易出现意外 生存标准的第一法则 就是时刻查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信号 但更重要的是 争钱固然重要 平原地区尽量还是少去 碰上一群猪队友就更加不要去嘚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意犹未尽 请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